各位伙伴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如约准时收听 美赖家大学2016年6月线上培训课程 今天我们有请到来自湖北武汉的一滴何云 为大家带来优质生活身体保养 以及水贝纳肌肤美容保养系列介绍 线上的各位伙伴敬请收听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美赖家大学初级产品讲师何云 超越自我永攀高峰 各位在线的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武汉的美赖家大学产品初级讲师何云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水贝纳优质生活身体保养系列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美丽的话题 其实不管对于我们男士来讲还是女士来讲 美丽是我们永恒的话题 在网上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 送给在线的各位 尤其是女性哦 说现在啊做女人有两种境界 一种呢是最美好的 就是说你要像妈妈一样 美丽的让心爱的人走到哪就要带你到哪 另一种呢就像姐姐一样 想去哪就去哪 一种呢是你拥有了迷人美丽的外貌 而另外一种呢是你拥有了财富的自由 所以这两个美丽的梦会在美丽家实现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接下来我是拨撒美丽的种子给各位 各位认真听的话 你回去以后突然会发现自己变美了 或者变帅了 我们经常说三分长相 七分装扮 在这个装扮的气氛里面呢 肌肤保养是关键 我个人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肌肤保养会决定我们的事业 是否顺利 比如说我之前满脸痘痘 毛孔粗大 脸色暗黄 其实这样的状态会吸引来相信我们产品的人吗 所以说我们美丽家是在连接不同的人 每个人见到我们的第一印象 也会留意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干净而有光泽的 所以皮肤保养真的很重要哦 在这里呢 我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两款我非常喜爱的产品 第一款是我们的T40-C3的茶树精油 那我之前很合心皮肤 加上就是总是熬夜嘛 导致新陈代谢不好 脸上呢总是会打满痘痘 那女人天上爱美 每次出门呢 化妆的时候感觉那个首先第一上妆是很困难的 就感觉脸上痘痘太多呢 也没有太大的自信 后来我听到有会员朋友分享说 我们的这款茶树精油可以调理痘痘 我就开始尝试 每次清洁完以后啊 清洁完皮肤以后 我会先给皮肤呢 喷一点保湿录 然后再擦上我们的这个T40的这个精油 再把我们这个芦荟灵胶敷上去 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一直在坚持的使用 终于现在我的皮肤变得有光泽 毛孔也变细腻了 也不再有那么多的痘痘 那再配上我们的这个芦荟灵胶 我刚才说了芦荟灵胶去使用 那其实后来呢 我了解到我们的这个T40的茶树精油呢 它是提制于护生液百千层 是一款非常珍贵稀有的精油 它的修护力呢 大于40% 渗透力小于3% 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消炎杀菌抑制细菌 所以慢慢的痘痘彻底的没有了 再配上我们的芦荟灵胶 去修复我们的痘印 补充肌肤的一个水分 其实长痘痘另外的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皮肤干燥造成的 所以我的皮肤现在逐步的 开始被调理到一个滋润 有光泽的状态 现在走出去会有很多人 夸我皮肤比以前好了 自己也开心 那在这里呢 我也建议啊 我们脸上有长痘痘的会员朋友呢 可以去试用一下 产品以后呢 今天呢 就由我来带领大家 一起去探索肌肤保养的秘密 首先呢 我们需要了解正确的皮肤保养 需要遵循的四个原则 第一个呢 是持续的保养 意思就是说 要提醒我们 要坚持保养皮肤 第二个呢 是有效的保养 它指的就是要选对 适合自己肤制的保养品 第三个呢 是针对性保养 就是针对不同的肤制 针对不同的年龄 针对不同的环境 选择不同组合的产品 来进行保养 比如20岁和40岁的产品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南方和北方的产品 配方也会不一样 那夏天和冬天呢 也是有区别的 第四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专业保养 专业保养呢 我们又有几个点 第一个呢 是遵循皮肤保养的步骤 比如说我们第一步 每天早晚呢 都要用卸妆油和洁面乳 去做好皮肤的 一个表面清洁 第二步呢 我们要用爽肤水 早晚给皮肤补充水分 第三个是 我们一周两次的深层清洁 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美来加这个绿泥面膜 去除多余的 这样的一个角质 第四个 早晚呢 要给皮肤补充足够的营养 比如我们的精华液啊 乳液啊 以及我们的霜之类的 第五个呢 我们要给皮肤做好防护 比如说我们白天 要用到日霜啊 BB霜啊 以及我们的防晒霜 去给我们皮肤 做好一定的屏障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四个这样的保养原则 那我们该如何去做到呢 巧其难做五米之吹 产品是关键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水贝拉系列 那水贝拉系列 产品的这个独到之处呢 它主要还原我们肌肤的美 让我们发现 我们本来就很美 实际上给大家的是 安全 温和